记者王善雁家事报道,国立嘉义高级商业学校今年4月18日与百名学生吃完午餐后,出现呕吐、发烧、腹痛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,经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检验结果,因鹅妈妈餐和食品工厂的送餐司机验出诺罗病毒阳性,嘉义市卫生局本月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才罚6万元。 记者金制电鹅妈妈餐和食品工厂未获回应,嘉义高商校方说,4月学生发生一食物中毒情形,隔天该厂商就停止工餐,最近已停业,因学校每个月由学生选择午餐团扇厂商工餐,学生午餐改由其他团扇厂商工餐。 校方说,在检验报告前,厂商曾指责卫问金给疑似食物中毒同学,部分同学体谅厂商并非故意,考量治疗后身体无大碍,还将卫问金退还给厂商。 嘉义市卫生局副局长廖玉伟表示,监获学校通报,卫生局就派员会同为福部疾病管治疏人员调查,并裁检学生,出工的人提检体,以及食品流氧检体与水源等。 5月1日疾病管治疏检验报告,5名学生跟一名纵统参司机的人提检体验驻诺罗罗病毒阳性,本月1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一项第4款裁罚。 6位 4位 5位 1.5位